近日的世界杯锦标赛三月底是在美国奥兰多落幕了 台湾有11位选手出赛 包困了17金、15银和9铜打破了三项世界纪录 每一个人都站上了短奖牌,表现亮眼 其中六岁的杜明浩是这一次年纪最小的选手 他获得了4金1银,还包含了两项世界纪录 眼睛都还来不及扎 杜明浩2点174秒完成333竞技蝶杯拿下金牌 个人363高度专注且快速利落 2点647秒刷新世界纪录 面对最难的cycle 前两次表现不佳来到最后一次机会 7点1亿5秒刷新自己创下的世界纪录 杜明浩开心和队友急掌 就连裁判也站起来几掌喝彩 此次世界杯锦标赛四金一银完整收集六岁以下组三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十七岁的陈柏瑜在个人333及363都拿下自己岁数组的冠军且破台湾记录 和十八岁的卢茜瑜挑战双人cycle十八岁以下组别夺冠 因成绩为全场前三强登上不分零大挑战舞台再拿下继军 此行六金一银四同是十一位台湾选手里含金量最高的选手 协会指出原本担心时差影响表现 没想到拿下十七金十五银九同 且十一位选手都有金牌 有赖多年来的养成与推广 而虽然竞技蝶杯非亚奥运项目 选手得自筹出国费用 但比一次国际赛无论成绩如何 实力自然会上升 记者林小慧陈柏玉台北报道